同关军中不断有人患上怪病死去 而且患病的人数还越来越多 且无法治愈 而此时李自成已经率领农民军包围了开封 不久后便会攻向西边的同关 此时是公元1642年 据明朝覆灭还有两年 种种事情的爆发 堂堂大明王朝大厦将亲 在这场怪病的初期 被请到军中行医的人名叫赵川 但他查看之后却表示 这就是普通的风寒感冒不足为律 而军中的指挥使仁奇也很信任他 于是为了不扰乱军心 直接便下令多给点抚恤 然后把死去的士兵抬出去悄悄埋了 另一边为了保住同关 崇祯皇帝赦免了罪将孙传廷 请他击退朝同关进攻的闯军 孙传廷自然不会违抗圣明 但同时他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差事 所以一到同关便设计斩下了当地的 元朝总兵赫人龙及其亲兵 因为这是同关军中腐败的源头之一 他欺软怕硬 还抢抢民女 霸凌百姓 甚至还拿无辜百姓的人头充当流寇 找朝廷领赏 不过孙传廷并没有想到 同关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一个贺人龙 在次日阅兵上 他发现士兵们要么是火冲不响 要么就是根本就打不到靶上 武器库房中缺失弹药 枪械也年久失修 看起来堆得满满荡荡的礼粮仓 实际上只要表面几包装了粮食 底下堆着的全是沙土 用来蒙混过关 如今大战在即 孙传廷不知道靠这样一支军队 该如何取得胜利 更可怕的是 那疑似风谈的怪病 在军营中传得越来越广 不少人都蹊跷流血而死 与此同时 前太医吴又可也感到了通关 他履行至此 赏见一件恩师赵川 翻桌上 赵川问吴又可 为什么辞去太医院的职位 当了个友医 吴又可回答道 在太医院期间 整天看那些雍医弄全 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可是又担心忘了行医的本分 所以才做了友医 第二天 赵川带徒弟去给士兵们看病 不过在看病之后 师徒二人却产生了分歧 因为即使发病之人越来越多 但赵川依旧认为 这只是风寒 可吴又可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这可能是瘟疫 不能按照普通的风寒去指 应该下一剂猛药 但赵川却表示 伤寒论历经了千年 吴又可没有证据 却妄加猜测的行为 是对医生的不敬 但吴又可并不服气 赵川看着他的神情 便让他下次不用 再跟他去军营了 与师父的分歧 让吴又可很是难受 于是 他在半夜悄悄地 离开了师父家 他想自己到附近的村子 转一转 看看能不能寻找什么 关于瘟疫的线索 然而 当他真正地去了 这才发现了事态的严重性 原来 附近的村庄 在这段时间里 都快要死光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 家家户户的门前 都贴着辟邪的黄符 当吴又可走进一个村民的家里 发现屋内 无论是老人小孩 还是正直壮年的大人 全都已经蹊跷流血而亡 吴又可有些害怕 他下意识地打开窗户 却意外地推测出了 瘟疫传播的途径 就像那些只有透过阳光 才能看清的飞尘一样 人们虽然不会在意飞尘 但日常呼吸 却会将其吸入 吴又可又给这种 致使瘟疫产生的病邪 取名为戾气 如果一个人吸尽戾气 然后染上瘟疫 再呼出去传给他人 而这个再呼出来传给其他人 这就是瘟疫传播的途径 吴又可急忙想要回去 将其告知给师父赵川 而当他再次见到赵川时 赵川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原来 军中疫情越传越广 死的人越来越多 士兵们还因为赵川的药不对症 不肯吃药 久而久之 就连赵川也染上了瘟疫 临此前 他无奈相添大好 他不甘心 他按照医家传统 祖宗疗法行医 就算不能救人 也不至于杀人 这到底是哪里不对的 军营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 赵川死后 更没有医生敢去治病 在这样的危难时刻 孙传婷只好亲自出面 找到吴又可 请他来接手这个烂摊子 吴又可虽然并没有太大的信心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 首先 他制作了一批简易口罩 防止病人们交叉感染 这种在如今很平常的事 在当时却十分先进 也一定程度上 减缓了瘟疫的传播 接着 他还把士兵们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类 在他们的手臂上 系上了不同颜色的布条 将情况严重的人 单独隔离在较远的婴障 最后 还将那些死去病患的尸体 焚烧或掩埋 这一系列的手段 大大减少了病发的士兵人数 但他并不能将那些 已经得病的士兵给治好 士兵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所以认定吴又可也是个用意 甚至还将火冲 对准他进行质问 孙传婷目睹了这一切 也是十分的焦急 为了稳定军心 他决定病死的士兵 一律按战死统计 免除复税摇曳 抵坐抚须金 然而这不过是 拆东墙补西墙 此刻的军中的物资越来越少 之前 他撑给皇上要钱要粮的奏折 也被崇祯皇帝 一把摔到了地上 他之所以不批 一是怕孙传婷 拥兵刺重 养虎为患 二来 实在是国库空虚 无能为力 朝廷不拨款 为了打仗 孙传婷只好将目光 转向了当地的豪身 而这些人 表面上客客气气 却宁死不讨一分钱 此时此刻 军中的粮草 满打满算加起来 也最多只能维持三月时间 他甚至这不是办法 所以下令开始丈量 之前豪身们清存的田产 然后按田产数量 追他们贪污的赴税 以此来解燃眉之急 可是 这些豪身们 都不是省油的灯 所谓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 他们竟买通军中的将领 一把火烧毁了 存放田产授具的金利斯 而这个人 就是表面中心的 指挥使人旗 在这场大火中 金利斯的官员 甚至被活活烧死 然而这还没完 内心邪恶且贪婪的人旗 还为了骗取军队的抚恤金 让手下到城外 把病死的百姓尸体来回来 然后帮他们换上军装 冒充士兵来领钱 他这么做 不仅加重军装的负担 更是让疫情传播的风险 大大增加 不过好在这件事 被吴忧可意外撞见 得以及时制止 眼看着打仗的日子 越来越近 孙传婷决定非常时期 非常知识 他直接给豪生们 摆了一场鸿门宴 在宴席上 将所有豪生全被斩首 家产充公 不止如此 因为军中还有大量患病 又未死的士兵 把这些士兵带去打仗 怕传染更多人 留在后方 又恐引发暴乱 所以他决定 一把火将这些人全部烧死 想要逃走的 也会被暗中埋伏的士兵给射死 最后 再把人籍推出来背锅 助他带兵叛乱 在放火的当晚 孙传婷还热情地 招待了吴又可 以防仁慈的他 知晓事情后 出面阻止 而当吴又可 在第二天知道此事后 只能暗自痛心 他也知道 孙传婷无奈之举 但心中始终过不去这凯 所以在孙传婷 让他随军出关当军医时 他也表面上答应下来 然后找机会 留下一封告别信 悄悄离开 最后 大战终于开始了 虽然孙传婷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军心已经患散 他烧死患病士兵的行为 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 自然不是李自成闯军的对手 一场大战之后 军队死伤殆尽 孙传婷自己也被乱戒射杀 无奈地战死沙场 至此 明朝最后一位大将倒下 苦苦之声的明朝 也终究是到达了绝境 而当初不辞而别的吴又可 则毁到了老家苏州东山 并根据自己研究的 关于治疗瘟疫的经验 写出了医学史上著名的 瘟疫论 公元1644年 李自成攻陷北京 崇祯皇帝为了让妻人免受屈辱 将所有人都赐死 自己也自以于眉山 大明节无疑是一部国产佳篇 而结合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来看 无疑会让人产生颇多的感触 因为民众的愚昧 医生的经验缺失 医疗水平低下 官员豪生的不作为 还有朝廷的雷若 让一场普通的瘟疫 带着了无数的生命 更是让其成为了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如今我们的医疗水平 比之当初不知道要先进了多少 再加上有条不紊的防疫 只要大家都种植成城 我相信这个难关 我们一定能成功度过